娱乐圈是个是非之地 总能为我等吃瓜群众提供丰富的猛料 而黄晓明神秘莫测的身高 不明觉厉的魔性笑容 以及那一口诺 闹 阿特 泰 奥尔 套的英文发音 也曾一度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然而 这些话题虽然让黄晓明一直活跃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 但也难免模糊他身上演员的标签 事实上 如今人设有些油腻 连自己都在怀疑是不是演技派的黄教主其实是有演技的 在2001年的时候 彼时的黄晓明还不是黄教主 没有遇到安吉拉宝贝 只是一个出道没多久的新人 但他却成功用《大汉天子》中的少年刘彻惊艳了很多观众 同年 黄晓明又跳去了苏友鹏的《无敌县令》 用嚣张跋扈 嚣纵狂妄的天龙太子颠覆了观众对自己的认知 让自己拥有了《演技派》的标签 后来的黄晓明 片约越来越多 也用《神雕侠侣》中的杨过 陆顶记 中的韦小宝 何以生肖默 中的何以生《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中的卓一行 让观众对他愈发熟悉 更是用《中国合伙人》一举拿下了《华表奖》《金鸡奖》《长春电影节》《百花奖》《中美电影节》一共五个影帝 可惜的是这时候的黄晓明 因为演技之外的是 早已让观众失去了好感 让自己变得 油腻 于是当豆瓣高分神剧《狼牙榜》官宣要拍摄第二部 男主角从胡歌变成了他时 网友一致是拒绝的 当《狼牙榜之风起长林》开播后 网友也准备好了群起而攻之 但事实证明不油腻黄晓明还是有看头的 于是《狼牙榜2》虽然不敌第一部的口碑 在豆瓣上还是收获了8.1的评分 而黄晓明也在时隔多年后 在演技上再次得到一句正面的评价 同时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通过萧萍章终于看到了他身为《影帝》的格调 由此可以看出 都说娱乐圈看脸 但这其实是个谬论 对于观众来说 演员最重要的是演技 歌手最重要的是唱功 颜值只能算个加分项 最后希望黄晓明这次演技爆发并不是偶然 毕竟油腻的 黄教主 真的太辣眼睛 加油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